各位 各位 大家靜一靜 這個 為什麼要打擊大道庭呢 那梁耀宗 譚耀宗是講了一個 謎底 梁耀宗沒有講過 謎底 譚耀宗就說 他不是學者 他有搞其他東西 你知不知道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要 學術自由 你就沒有政治自由 是不是 學術自由就是 在校園裡面 或者在 研究學問的時候的自由 這個是最低等的自由 因為是少數人的自由 言論自由是更加 高級的自由 就是所有人去表達的自由 這個言論自由 在現代社會就是 逢是表達都是 但是現在 共產黨是 要我們一個 一個一個自由沒有 站在我們旁邊的 就是沒有了政治自由 這個就是 眾志不可以選 這個是不是政治自由 當然是 眾志為什麼不可以選 他已經是剝奪了眾志 這個團體的政治自由 是不是 23條很快來 我太熟悉共產黨 我太熟悉共產黨 他這次這樣做 是要令到 香港人 同意他 為了防範 所謂港獨 要有 第23條 這一場是硬仗 我們要站得穩 是不是 是 第二個就是 戴耀廷是搞風雲的 他是說了 這個 譚耀宗說了 有風雲這件事 風雲識變 我告訴大家 我們要 不是守住我們的 自己應該有的 我們是要向前走 我們要告訴共產黨 再立23條 是會 有後果的 是不是 是 這個是重要的 他是想這樣做 今天我們 在這裏 去 這個 蔡大耀廷教授 是因為我們看到 共產黨 是要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的自由 拿走 才是政治 自由 我們拿他不好 跟著是 言論自由 跟著是 學術自由 我在這裏 和大家講 你以為 去 攻擊大耀廷 他就沒有運行 我現在和大家講 好 我們要盡快 啟動 蜂雲計劃 好 我們要 四百幾個 的 區議會選舉 和共產黨對決 好 共產黨 你等著來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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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大耀廷收聲 我們 多大耀廷 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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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說 其實我 我說完 一分鐘 這個很重要 我跟 大先生說 他是對著你的 風雲 我跟所有人說 今年暑假都未能搞到風雲 我們全部要收工 各位 回家想 我們 要做一個 全國的 沉灰運動 我們做一個 全國的 密息 行選擇的運動 我們 要做到 有幾多選舉 就和幾多個 保皇黨 對決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 我們 給他們最大的答案